今年40岁的宰宰周渔民出道20年,因为流星花园,让他一夜爆红。 近日,周渔民接受台媒专访,首度谈及自己的婚姻。 他形容妻子天真单纯,容易中别人的陷阱,所以他会提醒郁红渊多家防范。 周渔民还透露,女儿属于高敏感度的小孩,性格脆弱,很需要人照顾,父母必须花更多的时间付出与陪伴。 因此他与妻子不会生二胎,全部心思都放在女儿身上。 此前,台媒曾指郁红渊疑似怀二胎,看来是假新闻,周渔民夫妇根本没有要二胎的打算。 这不代表我要对我的,接下来要演出的角色做了一些限制。 跟随便宜私打费的后面,周渔大师有限主任何阔的老是假然的,周渔大师是假的。 注意一下我们的目标是假的它是假的。 但是,周渔大师是假的。